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则表示自己不仅在开拍之前苦练动作 练口音 练跑步 还认真钻研了李小龙的表演 因为热爱 所以没有任何犹豫 我们有很棒的 当然有准备很棒的团队成加班 就跟我们在 我跟师兄其实所有的训练在开拍前 就已经进成加班的天津的训练营训练 然后那屋顶上其实是比较危险是因为那个有网店 但是就是还是都可以拍完的 都没有问题 他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做 怎么演 但是你会有一个消耗过程 然后你会得到那个养分 然后你再去表现出来 或是一个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就会有吸收 然后出来的东西是属于自己的 许晴则表示拍戏现场导演不给演员剧本 每一场戏都演了很多遍 他需要演员自己去找到他心目中唐凤怡的样子 连创作过程都如此肆意 观众口中中国最浪漫的导演江文绝对担得起 因为导演给我们讲戏的时候 之前找到我们都没有给我们剧本的 他要阐述他自己心里面的唐凤怡李天然 那我被打动的是因为他说他每一场戏都是一个人